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先生 你好 Hello 珈蘭你好 大家好 元先生 之前一集我們也提及過 現在已經很多年輕人 或者不一定年紀大的人都患上腦退化症 其實懸空之一就是因為病人長期服用了一些情緒藥物影響到 但是始終這個腦退化症也都愈來愈多人幻想 研究裡面發現到 原來都是與另外一些藥物形成很大的關係 其中一種就是因為現代人都很擔心 就是那個三高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服用了一個叫降膽固醇藥 原來在研究裡面都是發現到和這個腦退化症是很大的關係 是不是 其實就是用這些藥物的人差不多 多到嚇死人 數以百萬計 原來很多研究所謂的腦人痴外症 如果你停止這些擔管上藥 很多時候就會消失了 腦會清醒 但是早期很多醫生對這種藥物從有獨鍾 它甚至是叫維他命的Statin 就是當成維他命丸 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們強行將我們身體的膽固醇去降低 用這些藥物降低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大的原因就是這個腦 其實是要依賴膽固醇來運作的 正常地運作的 即是說膽固醇就不只是我們血管裡面閉塞的一種成分 其實在我們的身體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中的角色就是我們的腦袋 至少我們知道原來我們的身體各部器官 膽固醇是佔了百分之二十五的 就是膽固醇做出來的 膽固醇是我們身體細胞膜裏面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細胞腦裏面有細胞的膜 也都是製造我們神經線的傳遞、折搏點 所以很明顯這些神經線的折搏會在我們的思維、 在我們學習、在我們記憶 所以如果沒有足夠的膽固醇 我們的腦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的腦活動差不多會接近半停頓 還有膽固醇是做什麼呢? 是我們腦裏面包圍我們腦的膜 是膽固醇做的 你想想,腦裏面的膜是我們傳導看的 如果腦膜破壞的時候 腦神經的包圍膜破壞 所以腦傳遞的問題是否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痴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 這種藥物傷害我們腦的功能 其中一個研究是用了300個人 他們形容是介乎35至70歲 他們有所謂的高膽固醇 所謂的高膽固醇 一組人就給他吃安慰藥 吃他六個月 另外一組藥藥 就給他吃真正的降膽固醇藥 發現真正吃膽固醇藥 那組人的腦部功能 學習能力是有損害的 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用一些人說 其實我好像記憶力有些問題 亦都發現 他們發現 就是 這組人 自己投訴 腦記憶有問題的人 其實一半把他們割了這隻淡古醇藥 差不多多於一半的人的記憶力就康復了 這種資料其實已經在美國的食物藥物管理局 已經有了 在資料庫裡面有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呢 在加州大學山地牙哥醫學院那裡 他說 其中一個原因 他說 我這些這樣的藥 鋼膽滿醇藥 是因為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導致這個問題呢 原來他們干擾我們身體 一種叫做Mitochondria 是那個粒腺體的功能 這個的 大家知道 Mitochondria這個粒腺體 在我們細胞裡面 它的功能是製造能量的 給細胞的功用 你也要有能量 有餘料的 那這個粒腺體 就是在我們細胞做這件事的 所以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是製造能量的工廠 如果我們影響了這個粒腺體的制度能量 當然不單止我們的腦的功能會受影響 以及我們的肌肉的功能都會受影響 那你知道 吃這些鋼膽滿醇藥的 最常見 最多人知道的問題 就是肌肉的問題 是是 那些人吃了之後 肌肉會沒有力 肌肉痛 還有手足麻痺 這些神經機能的問題 所以除了我們自己的問題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問題 是我們的肌肉組織問題 他也發現 還有其他會導致我們的影響 就是我們血糖會升高 你想想三高三高 你用了一種藥去按鋼膽護唇 就令到你的血糖會升高 就是多荒謬 還有我們的筋健是會脆弱的 如果大家在吃這些膽護唇藥的人 就是自己想想 自己身體吃了之後出現了什麼副作用 其中一個研究 發現一個常用的鋼膽護唇藥 叫做Libital 或者Crestal 這些我最常用 這些人的腦袋 神經精神的問題 出現越多 食生這些藥的人 這方面的苦作用越多 當然也研究發現 有些人為什麼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呢 當然可能和那個遺傳的基因 體質有關的 但當然很難知道 如果你是這種有遺傳的 傾向弱點的人 這個問題就會很多 作為一個病人 吃一些藥 尤其是一些膽固唇藥 產生這麼大的副作用 其實是很不值得的 但問題是最近已經知道了 其實服飾這些膽固唇藥 以前我們經常用食 就打算減低心臟病危機 經常這樣說 這麼多年來也是這樣說 為什麼要吃藥呢 發現它最主要是 它會減低心臟病危機 心臟病會即死的 一半是即死的 所以很多人不斷吃藥 以為會減低心臟病的危險 但事實如何呢 事實上 這些降膽冠送藥 證實的效果是 降低一些男士 已經有了第一次的心臟病 心臟病發了第一次 男士會幫他降低 已經有過第一次心臟病的人 第二次的心臟病 如果有些男士從來沒有心臟病 或者所有女性來說 根本沒有任何顯示 這種藥是有任何的幫助的 這是其中一個早期的發現 後期的發現更加驚人 一個國際性的研究 發現一般人的健康 和膽固醇的水平 他發現如果是年紀大的 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發現如果你的膽固醇 是坏的膽固醇 很多人會說 膽固醇有好壞 他已經是六十歲的人 已經告以上的人 他發現壞的膽固醇越高 其實他們越長壽 這真是一個很震驚的 一個研究的報道出來 是的 即是說 我們以前所謂低密度的膽固醇 即是 不僅不是會弄壞你的身體 其實它是令到你更加長壽 其他研究 從十九個研究裏面 再分析低膽固醇 以及心臟健康和死亡率 即是作出這樣的結論 即是說 我們過去的所謂那些 我叫做medical dogma 那些這樣的說法 那種謬論 即是他們那個 其實以前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他說 如果你壞的膽固醇 即低密度的膽固醇越高 你的中風和心臟的機會 以及早死的機會越高 這個是證實 根本是無論不單止是不正確 反而是相反 反而是相反 即是說 因為你的膽固醇越高 包括壞膽固醇越高 你的壽命是越長 所以完全推翻了 以及結論是相反他們以前的說法 很多人的膽固醇高 有些人是因為遺傳性的 當然有其他 我們大部分人的膽固醇 跟我們的肥胖 以及吃很多的澱粉質過多 記得是澱粉質過多 米飯 高餅 不是吃那些肥油過多 不是吃那些油過多 是吃那些澱粉質過多的食物 這是導致膽固醇的高低 這個不單止是對於心臟 因為我們都知道太多的澱粉質 對於糖尿病 甚至是癌症 還有我們這次題目的腦退化 是很大的關聯 即是說 如果你強行拿食藥 把你的膽固醇減低 現在體重沒有減低 你的問題是一樣高的 所以問題是肥胖問題 本身的肥胖問題 不是因為你的膽固醇高不高 所以很明顯 為什麼你的膽固醇 是有益的物質呢 第一身體大部分是它做出來的 最重要就是腦 腦的物質全部都是主要靠它 還有它是抗炎症的 抗炎的 你知道 其實所有問題都好 都是一種配合一個炎症 所以我們有更加想到 膽固醇藥已經是一種錯誤的藥物 在2017年4月份 食物藥物管理局 已經設立了最新的結論 膽固醇藥是好東西 起碼不是壞東西 不需要強行去搞它 當然我們在慈藥醫療裡面 有很多很多好的方法 在這個題目裡面 大家再去聽回我們的原網台 SourceRadio.com裡面 我節目裡面自然地發育你 因為很多很多集 是關於處理所謂膽固醇的問題 以及講出膽固醇的真相 那麼燒炎方面 其實很簡單 也在我們網台講過兩集 是什麼呢 是折地線 折地線是一個很好的 在你睡覺的時候 是幫你進行燒炎的 利用地球裡面的電離子 是幫助我們睡眠的時候 進入我們的身體 幫助我們進行燒炎的工作 所以大家覺得 為什麼我的記憶力開始差 其實我又不是一個很大 年紀大的人 當然我們可能會吃三高藥 即所謂的膽固醇藥 這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緣空 是因為持續上面 我相信坊間也還有很多聽眾 或者很多市民 都誤信了高膽固醇的時候 尤其是說低密度 那些壞膽固醇高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很容易有中風 或者是心臟病的發生的時候 所以他們一旦被西醫評定了 你膽固醇也有高 因為其實現在 在一個文明社會上的人 健康狀況很多時候 都被測出是三高的狀況之下 吃了藥之後 他們根本就不想 也有這個憂慮的時候 也不想去停了 但在新的研究裡面 原來其實是全都推翻了 當然我們也不是鼓吹 所以就說你不用處理 無論如何都要處理 這是要用一個平衡的 不是說 亦都發現到 所謂影響膽固醇高的飲食裡面 其實就是很多那些 精煉了的糖分 或者是太水化合物 那些澱粉質 那些而造成的 就不關你說是吃得太肥膩 但始終都是要有一個平衡的 而且也知道膽固醇 是我們身體很重要的物質 是抗炎 以及保護我們老細胞的薄膜 形成物 今天也很多謝 袁先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先生還有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先生還有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今天麻煩你了 袁先生,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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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